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 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個 淘汰狼雕像可以猜到我們在哪裡嗎 我們就是在日本的岡山車站 因為虎皇特價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很瘋狂的買了兩年一夜 到達岡山時間大概是 下午的兩點半左右 然後回程是當地時間的 下午三點多 再扣掉睡覺時間 大概有16個小時可以玩 就跟著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16個小時我們要玩什麼 吃什麼吧 GO 今天是12月16號 我們很幸運的在1月底之前 都可以搭乘立木金巴士 只要出事護照 就可以免費搭乘立木金巴士 從岡山機場到岡山車站 只要人滿了就開車 不用等待太久 他的原價是780元 小朋友原價應該是半價 總之現在只要出事護照都是免費的 不過要記得喔 你上車跟下車的時候都要給他看一下護照 你上車的時候 你上車的時候要給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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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幹嘛 買鬆餅 你有想要吃的口味的是不是 買限定的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人在移用 出事這個移用夢 有他自己的活動 出事這個的話 可以兌換500元的折價券 或者是禮物 不過我們剛剛去問 他說已經沒有coupon券了 所以他去給我們小禮物 是這個 熊本熊的袋子 很可愛吧 如果有來剛上yomo的話 不要忘記兌換小禮物喔 我們吃飽囉 剛剛我們點了一個肉的套餐 5480的套餐 因為那個5480的套餐 是兩人份的 所以有小朋友的關係 我們就再單點一份肉這樣子 然後整體吃下來啊 肉的品質還不錯 然後他的油脂稍微高了一點 會有點膩 大併他給的那個檸檬啊 還有他的那個生菜 我覺得還蠻搭的 我們三個人這樣吃下來呢 是剛好有吃飽 很不錯的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再去吃別家囉 小朋友 你看起來 你的三粒優惠 哇 小辣蟲耶 哇 有什麼比較厲害的東西呢 為什麼 這是鏡子嗎 那個大果相用來玩誒 這鏡子很可愛 他就是水雞抽一個 喔喔 水雞喔 那他幹嘛把它包起來 這個 滿合這個 對 包包超可愛的 用你喜歡的白芝麻的影片夾 然後我公司要換成這個是不是 KUCHIER的 不是影片夾 視別證 視別證 這是什麼 它打開是一個愛心 就貼兩個人的照片可以貼在裡面 然後這裡跟這裡 就是KUCHIER 這個是迷你相框 然後中間像這樣子可以放照片 作為迷你相框 隨身攜帶的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像那個可以放識別證 然後是卡夾那一種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掉在那個 行李箱上面就避免遺失的 來 我們來試吃Malekan 這是它的草莓口味 這是什麼餅 松餅 對 它是松餅 中間有加那個草莓的蠟油 跟那個蛋瓜上面的蠟奶油很像 然後雖然看起來有點大 不過它就是吃起來很輕薄 不會有負責的感覺 然後那個松餅的部分 非常的鬆軟 這個好吃 超好吃的 換小朋友試吃 我要吃囉 很好吃 很好吃 為什麼很好吃 是咬頭 到底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它那個很軟 什麼很軟 它松餅跟奶油都很軟 喜歡嗎 喜歡 下一個 米拉米蘇口味 這是期間限定的喔 好期待喔 我們在出發前 就先在官網看好 翻譯好 要買什麼 要吃什麼 對 因為我們只有16個小時 時間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們先研究好 要吃什麼 這樣子 要吃囉 它真的是提拉米蘇味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非常非常推薦 總之呢 它完美的還原提拉米蘇味道 它的鬆餅皮 提拉米蘇那個 黑色巧克力那個部分 奶油 提拉米蘇的白色那個部分 很好吃 它完美還原 這個很推很推 這個單買一個是220元 下一個 焦糖口味 這個是期間限定的喔 它的焦糖啊 是有一點點苦的 然後 就苦甜苦甜的 跟我們的生油牛奶糖 有很大的差別 我本來以為它是生油牛奶糖 那裡弱的 結果不是 就是比較偏日本的布丁 那個焦糖的味道 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也很味見 好吃 奶味也很濃 有點苦耶 就是苦甜苦甜對不對 可是我蠻喜歡的 你本來算是大人味嗎 嗯 我還蠻喜歡的啦 有點苦 我還好 是喔 目前為止最好算是提拉米蘇 看我吃 那你喜歡嗎 喜歡耶 會很苦嗎 寶寶說苦苦的 我覺得還好 你還好喔 你不會覺得苦苦的 我不會 那我可能不能吃苦 那那一塊都你的 寶寶吃不了苦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以吃苦囉 以後加次都給你做囉 不要 下一個 巧克力 這個是 常有的口櫃 它五個一組的話便宜60件 所以我們就全部都買了這樣 來吃看看巧克力的 它巧克力裡面啊 還有些許的核桃 然後它是苦甜的那一種 比較偏苦 是大人味的巧克力 我也好喜歡喔 如果外面核桃更棒呢 因為我本人不喜歡核桃 不過它那個 奶油餡吃起來是非常完美的 讚 你看 平安米蘇還是第一名喔 你要如何 巧克力果然是苦的 其實我們還喜歡他們這種苦味的巧克力 不會太膩 這塊巧克力我喜歡 吃起來不膩對不對 對我可以 好喔 那小朋友吃一小口 因為我們這小朋友呢 他已經到達可以吃巧克力的年紀 所以我們要給他吃巧克力 好吃耶 甜甜的 甜甜的喔 不會覺得苦苦的 我覺得還好耶 還好 你喜歡嗎 喜歡 好 最後一個 香草口味 你看那個香草 是真的有香草籽耶 你看裡面一點點黑黑的 是真的有香草籽做的 真的耶 好來試吃喔 有非常濃厚的香草味道 中規中矩 是好吃的 可是實在是比不過提達米蘇 這五個口味裡面啊 個人覺得第一名是提達米蘇 如果你是在這個冬天的時候過來的話 拜託你一定要吃一下提達米蘇真的好好吃喔 大推薦 然後想要說明一下是 他這一款有爆內餡的香草 他的收米米是比較偏軟的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好入口 有難心會乾之類的 推薦推薦 香草很好吃 不過你的第一名還是草莓對不對 他有點偏牛奶的味道 對對對 牛奶味很香濃 我的第一名是草莓 第二名是焦糖跟香草並列 我們剛剛去點了 Hakoyaki 章魚燒 這個是鋼山店限定口味的 然後上面有起司 胡椒跟培根醬 看起來非常的豐富 我們要來吃看看 我要吃喔 很燙 好好吃喔 這一家其實有吃過蠻多次的 他的章魚燒還是 他裡面的內餡就很鬆軟 然後外面就煎得脆脆的 非常好吃 然後再加上起司 真是太讚了 你有吃過章魚燒嗎 好像有 很好吃耶 他的皮脆脆的很好吃 喔章魚 我看到章魚 章魚腳還在後面 章魚腳還在後面 吃雞雞了 嗯 章魚也好吃 那個章魚燒加起司吃 你覺得好吃嗎 章魚燒加起司也很好吃 所以整體來說是好吃的 喜歡 這個章魚燒呢 就是外脆內軟 來日本就是要吃一下章魚燒啊 好吃 好棒 是秦王耶 現在還有秦王喔 對啊 想不到這個時間點還有秦王耶 秦王是什麼 很有名啊 澀香浦島 澀香浦島 很有名 他跟長野的一樣有名 可是秦王的是最有名的 對這很貴 現在這一盒是2980 然後含稅是3218 台幣大概670 600多塊 680吧 可是這個在台灣買的話 破千 對買了 一定是破千 買了 我們就今天明天把它吃掉 就這個 這個超好吃 我們之前有吃過一次 看起來就很好吃喔 真的好吃啊 這味道超香的 等一下你要買什麼泡麵 豆皮烏龍麵 豆皮烏龍麵 小杯的啊 對 這我在吃的那個 你要找到什麼厲害的 這是豆皮烏龍麵 上面那個豆皮耶 這也可以 我們搭買這個回去 這個聽說很厲害 我們買這個 我們都買幾個回去 他一包裡面有兩個 這是我最愛吃的日清泡麵 他改了耶 他現在上面有這個 貓咪的圖案 嗯 我想要買這種 特殊口味 減糖的 對減糖版的那個 豆皮烏龍麵 這個也好吃 這也有買過 還有 Sifu也要來一個 減糖版的 我不要 減糖還比較貴 減糖其實比較貴 對 是不是應該要買一個 正常版的豆皮烏龍麵 那買一個 正常版的豆皮烏龍麵 這個 明治巧克力 冬天限定的 而且現在在廣告耶 而且現在在廣告耶 你看特價 特價498 便宜50塊 買兩包 我們要精打吸收我們的重量 這是蝦餅 蝦餅 這個很好吃 它裡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一包就好嗎 我們現在是買的人自己背 自己看你自己十公斤的重量 可以買好 自己決定 一包就好嗎 先這樣 就這樣 好 好啊 蝦餅 對我們找了很久的蝦餅 這個超好吃 我們跟我家小朋友都超愛吃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喜歡吃上面那個 紅色的 這也很好吃 那個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嗎 對啊 我要吃下面那個 好那我們先買這樣 各一包 各一包 你背一包我背一包 我找到這個 這個花枣鹽啊 好像有看到部落客推薦 買一包回去吃看看 我們都買一些是比較輕的 可以帶回去的 因為快閃是沒有買行李的 一個人只有十公斤的重量 對然後扣掉 我們原本帶的東西大概三公斤左右 所以我們大概二十一公斤的扣打 可以買東西上來 這家剛才你用的超市啊 很讚的一點就是呢 他除了可以使用他外國人的 九五者的那個優惠券之外啊 我們會附上他這邊 九五者優惠券 其實蠻多部落客都有的 所以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你喜歡的 那我們是使用這一張 更棒的是啊 如果你買五千塊的話 他還可以退稅喔 可是因為我們行李空間有限 最後我們就決定不湊到五千了 因為我們怕我們飛不回去 反而要脫運行李更貴 那就結束我們今天超市的行程了 我們要去下個地方了 走吧 我找到了 角落生物杯子的果凍 這杯子可以帶回家嗎 對對對 它是分開的 這果凍吃掉 這是可以帶回家的 要買 這個一定要買 Godaiva Lawson限定的聯名甜點 這邊全部都有耶 然後我要買這個 我要吃這個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家全家 然後發現他的杯子 有不同圖案的耶 完全不同圖案 對啊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好看耶 你要再買一個嗎 我覺得這比較可愛耶 我也覺得這比較可愛怎麼辦 怎麼辦 買 再買一個 好買 反正我們重量如果太裝不下的 就把它吃掉 我們遇到了自動販賣機 然後這個啊 據說是冬天一定要喝的玉米濃湯 這個啊很好喝 我們來買這個 旁邊那個不會柚子喜歡喝的那個 對 是法通我們這一家柚子喜歡喝的紅豆湯 他喜歡喝的是香蕉紅豆啦 可是這只有紅豆而已 很酷耶怎麼辦 也好想買喔 好我們買玉米紅湯跟氣泡水 我們等一下再開箱看看 好 我們今天住的是東橫印雙床房 有兩張床 對我們通常會把它併在一起 你把兩張床併在一起之後啊 這個位置就可以打開放行李了 不過反正我們今天沒有行李 來看一下他的衛浴 就是中規中矩的衛浴 有一個浴缸 相對於的貝瓶都有 然後金也都有 他這個小朋友呢 可以睡到12歲 他就是一個小資族入住的首選 辦會員的話呢 累積滿食物 還可以送一碗單人寶的折價 我們剛剛就折掉了7000多日幣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碗只花了2000多日幣 以上 玉米濃湯 喝看看 據說很好喝 偏甜 然後真的有玉米的顆粒 我覺得蠻好喝的耶 現在有點冷掉了 他的熱呼呼喝應該更好喝 所以這個推薦 我覺得推薦 如果是我的話 下次有遇到很冷的天氣 我也會再同一罐來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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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掌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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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背前一宮 然後我們要去擊背經驗神社 現在呢是日本時間的7點23分 我們在日本時間的5點半就起床了 然後都很硬是有副早餐 可是它6點半才開始供應 所以我們有昨天前一晚先買東西在車載房間吃 無人車站 整個車站只有我們下車而已 整個JR也沒什麼人坐車 在禮拜天的第一大早 我們剛剛從車站走過來 然後到這個平礁到右掌 再走就到擊背經驗神社了 我們本來是要去擊背經對不對 爸爸 我們本來要去擊背經神社 坐得太舒服了 以為坐過頭然後就下車了 欸不對 太提早一站下車 這個夕陽 不是這個日出 好像冷到不到日出還是夕陽嗎 有沒有 你看那個義手洗的地方 有很可愛的東西 義手洗 你要怎麼 欸 啊 這桃太郎打鬼的 對啊 超可愛的 這是他的 桃太郎的爸媽是嗎 他跟我媽是嗎 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打鬼 然後桃子 然後桃太郎 然後他的三個夥伴 好 好 好吃 鳥 鳥 鳥 我們現在在擊背經驗神社 他的會馬很可愛喔 這是桃子的形狀 然後還有這個五角合格的 像這樣子 五角合格的 因為上面寫字我們就不近拍了這樣子 滿可愛的 果然是桃太郎神社 擊背經驗神社祭司的擊背經驗命 傳說呢 這是日本知名故事桃太郎的原型喔 最先開始是將神殿 建於擊背經驗命的宅邸遺址 樹林千年以上的平安山 是擊背經驗神社的象徵 境內的子安神社 是知名的囚子安產之神 停車場的桃太郎像 是熱門的拍照景點 如果購買紅白的御手 或桃子形狀的消災除二御手等開運商品 運氣也會提升 建議作為伴手禮 這個是學業成就鉛筆 感覺拿這個寫字好收100分耶 這個好可愛喔 這是過年才有的 明年台灣剛好是龍年 明年是龍年對不對 對啊明年是龍年 過年才有的 所以它就有一些龍的 對 現在是過年才會有的東西 開運的 對 這個好金色的耶 看起來特別喜氣 金色跟銀色 這個是三千元 它有丹麥桃子耶 好可愛喔 這一顆桃子而已耶 兩千塊 小朋友你看 好快的果飯耶 欸 這什麼 好快啦 欸 這不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玉手型 對阿 上面的 它加了 它的果飯 可是果也很可愛耶 果也快被買完了 可是果也很可愛 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我們在集費之鑑神社買了什麼 我們疫情之前有來過 然後有寫過那個 普通版的玉竹印 然後剛剛看到它有這種 特殊版的 我覺得蠻漂亮的 這個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張 它中間有一個 桃子的印 很可愛 這個是五百葉 然後我們還買了這個 這個 很特別 它是陶太陽跟它的夥伴們 然後後面呢 還有集費經驗的字樣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很特別 然後我們還買了什麼呢 這個好可愛喔 這不知道是不是過年才有的 倫手 然後它中間是邊拿一個 桃子的形狀 非常的可愛 這個是一千燕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 沒有 是陶太郎那個魔鬼 對 陶太郎打鬼那個鬼 我們剛剛在這邊看啊 就是 它有在賣 就是陶太郎的爸爸媽媽 狗好像已經沒有看到狗了 然後這個鬼 超可愛 它也只剩下最後的幾個而已 好像剩五個 對 我們就決定買回家了 這個 這個很可愛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在集費經驗神社買的 開運小物 希望你們也喜歡喔 剛剛真的覺得自己也覺得很冷 剛剛在這裡 平常這樣沒那麼冷啊 對啊 很少這麼冷 剛剛聽到他們講的關鍵字 寒冷 就是很冷 然後停車場的另外一個方向 在遠處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淘太郎的雕像 我們走過去看看 它停車場很大耶 對啊 超大的 超快的 它現在晴空萬里 超美的 超漂亮的 可以用那個iCo卡嗎 不吃吃看 我們來初次使用iCo卡 Mangeruti 有中文表示 先買兩個大人 再買一個角色 這個是我們之前不知道 就是兩間車廂 然後沒有人的時候 你要自己按開門 不然的話不會開門 小朋友 終於買到賣單島的50週年 Kitty的 對 我一通套餐 昨天我上來買 它是我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 現在是9點46 你看這個時間來買 他說有耶 嗯 好 小朋友來開箱了 海君 海君是嗎 嗯 還蠻可愛的 對啊 小朋友吃的紅菜同時 我們也來吃吃看 期間限定的 牛肉派 這個我很期待耶 很方便吃喔 我們就吃吃看 它的牛肉派啊 是咖哩牛肉 裡面有紅蘿蔔 跟那個牛肉塊 很好吃 這個 推薦 期間限定很不錯 裡面有二通餐這個 雙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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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自己選 可以自己選 有什麼可以選 漢堡 漢堡 雙餅 雞塊 雞塊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牛肉派了 現在要來吃甜的 也是期間限定的 三角巧克力飯 這個好像每一年的那個 冬天啊都會有這個限定 它長這樣 很可愛 它皮啊 是千層那種酥皮 外面的巧克力酥皮啊 很脆 很酥 然後裡面的巧克力啊 是偏甜的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 是比較甜的感受 如果喜歡吃甜食的話 可以試試看喔 這是倡夫的烏龍麵 這一道啊 是他們的第一名 它在2016年跟2017年的時候 有得獎喔 所以我們想來吃看看 裡面的內容物呢 有牛肉 昆布 跟蝦子 我們現在來吃一口牛肉 是壽喜燒那種醬燒的味道 稍微甜甜的 好吃 昆布 嗯 店主過的昆布也是好吃 蝦子 它蝦子沒有很大的尾 但是它油燥過後 不會有那種含有的感覺 那是它的精神喔 烏龍麵 烏龍麵啊 是比較軟Q的口感 還蠻容易入口的 這一道我覺得 應該小朋友會蠻喜歡的 那我們要把它吃光光囉 阿貝妳一直買在哪個 蝦子增亮板 的泡麵 這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期間限定的時候 我們買看看 這個是不是有肉是嗎 對 這個是肉的咖哩 因為肉不能搭進台灣 我們就買了 我們買蝦蝦口味 我們現在是高山市區啊 現在是中午的十一點半 居然下雪了 在這麼寒冷的天氣 現在的氣溫大概是四度左右 然後可能四度也夠 我們真正遇到下雪了 好幸運喔 真的在飄了耶 鏡頭可能拍不出來 對 鏡頭拍不出來 可是我們真的好興奮喔 對 對阿 我們找了兩家LOSEN 突然被我們找到了 所以這是我們最想抽的 HELLO KITTY 欸這個我上次有看到耶 欸這個我上次有看到耶 欸這個我上次有想抽的那個耶 是啊 好 這一天LOSEN好多東西喔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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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 三個HELLO KITTY都有 然後本來是要找的是這個 HELLO KITTY搭配LOSEN機 小朋友你抽哪一個 我選第二個的 第二個 那我 我選 雞 那我就各抽一個好了 好 每一種各抽兩個 KITTY不用吧 那個只有純KITTY耶對不對 它是KITTY五十週年的 五十週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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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週年怎麼辦 強調五十週年的話 就是要拿一個 五十週年怎麼辦 五十週年就是要拿一張耶 那這可以各兩個 這一個好了 好 就這麼決定 這個是KITTY獎 對 然後這個是喜歡摸摸的 對 然後這個是跟LOSEN聯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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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開 先開媽媽的 欸 No.7 12 KITTY R8 我看你 你不追蹤你 9 9 9 No.1 R 6 LOK LOK 我們剛剛領完了 這次的那個 一番賞 我們運氣沒有很厲害 就是很普通 抽到了一個 袋子 有 可以裝便當的袋子 還有抽到這個 這蠻可愛的 跟LOSEN聯名的毛巾 兩條 小朋友你要毛巾 然後還有這個是 是枯糯米的 感覺是個小袋子 然後這個是Dawson聯名的 餐具組 裡面這個是誰 還有那個大額果可惜我們沒有抽到大額果 很可惜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抽到這個 這是50週年KITTY的一個小罐子 可以裝東西的 可以裝糖果 那我們今天就抽到這邊囉 走囉 好像越下越大了 衣服上有了 衣服上都有了 衣服上有雪了 真的下雪了耶 有耶 下雪了 下雪了 開心 我們來到這一區都是三立歐的 我們要扭這個小燈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扭這個小燈 它一個要400元 這是KITTY嗎 大額果耶 中大額果了嗎 中了我們的大額果 中了我們要的大額果耶 好看看看是不是 結果我們這一輪的運氣在扭的 不是一般賞 對 是嗎 是嗎 是小朋友的大額果 YES 好可愛啊 是小朋友好愛的大額果耶 哇超可愛耶 我們一次就中獎說 400塊 省了再扭的錢 對 你那你要扭什麼 我又看到袋子 我還是要扭袋子 這個 因為它每一款都好可愛喔 真的耶 吃完點這個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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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的 酷酪米 好喔 或是這個 或是這個 應該是酷酪米 也蠻可愛的 吃酷酪米 它多大 還蠻小的 便當袋 三小的小袋子 收工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從鋼山車站到 鋼山機場的交通 2020的1月31號之前呢 回程的話 都是只要200驗 不管大人或小孩 然後你如果是有電子票證的話 比如說iCoCard或是SuiCard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BB上車的 不然的話呢 像我們家是三個人嘛 所以我們就是去 它那個裡面有一個自動售票機 你去那邊買票 然後就拿到車票就可以上車這樣子 那來到鋼山機場之後啊 它其實隨時都會很機動性的加開班車 我們大概坐到12點半左右的車 表定上是沒有這個時間點半次的 它就是會隨時的加開車這樣子 然後我們到這邊大概是1點2-30分左右 然後check in 完過海關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免稅店可以買 其實剛好有一些比較大中華的點心都有 比如說白色戀人啊 然後屬於三兄弟啊 然後Pokey啊 還有什麼鹽啊 這些都還是有的 所以如果需要的話 還是可以進來這邊再買這樣子 很快的呢 我們結束這兩天一夜的快閃之旅了 清醒的時間大概16個小時 我們買了鬆餅 期間限定 吃了和牛 然後買了小朋友的UniGrow 超級暖那個發熱衣 發熱褲震超好用的 其實今天啊 下雪還沒有穿梭完全不能 然後呢 我們也去抽了我們想要的一番賞 也買到了傳說中 買果凍送馬克杯的角落生物 這是期間限定的 然後呢 也順利的買到了Lawson 跟Godava聯名的甜點 然後不小心也遇到了色香葡萄 色香葡萄實在是超級無敵爆炸的 非常的好吃 超級推薦秦王的色香葡萄 還在岡山立假機也順利扭到的扭蛋 基本上啊 我們這次來行前功課做的願望清單 幾乎全部都完成了 然後很幸運的在回程的前幾個小時 還遇到下雪 因為天氣真的太冷了還遇到下雪 這次呢我們會選擇快閃 是因為我們買到很便宜的機票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可以買到這麼便宜的機票 讓我們兩天一夜快閃 那麼日本我們就寒假見囉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兩天一夜快閃鋼山的影片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下一張新片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